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几个人都不行了 要不叫下一个 下一个 你们好 这是我的简历 好 看一下 你 是不是瑞程刚 这照片上是你吗 是我 是吗 不是 那时候我还很瘦 那是入狱之前的照片 现在呢 这张脸呢 是入狱之后的 都是同一张脸 保证是我的脸 也是哈 你看人家那汤菜 入狱前是一张脸 出狱又是另外一张脸 判若两人呢 唉 没办法 我在监狱里边接受改造 改造了六年呀 这张脸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瑞程刚 我们今儿招的是销售部经理 不是节目主持人啊 您这专业是不是有点不对口啊 怎么叫不对口啊 正对口啊 你们是不是招销售部经理 这销售部经理最重要的人生资质是什么 那就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也能够闲鱼翻身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唉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条咸鱼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条咸鱼 知人 知人 瑞程刚 你在监狱里改造了六年 还是没把你这吹牛的毛病改过来 什么叫吹牛啊 我就是在监狱里边这段人生低谷期 又闯出了一片天啊 哎 瑞程刚 你也有今天啊 哎 你的老朋友克林顿 怎么不来看你呢 嘿嘿嘿 你也别伤心啊 哎 我听说 你特别喜欢代表别人啊 什么代表中国 代表亚洲 还代表全世界 哎 今天你出来这到第一天 哎 要不你就代表代表咱们间的犯人们啊 把这全监区的劳动活都干了吧 哎呀 别呀 郁景同志 我是经常代表别人讲话 可是从来没代表别人干过活啊 嘿嘿嘿 瑞程刚 瑞程刚啊 你说你 堂堂CCAV的名记 哎 怎么也混到今天这部田地了 我觉得吧 你这名字也改了得了 也别叫什么成刚了 改叫废刚得了 哎 这都怪我当初看走了也 帮上鼓励瓶了 这令计话一落马啊 这我也跟着倒霉 哎呀 不过郁景同志 您放心 我呢 虽然成了废港 但老话不说的好吗 这废物还可以再利用嘛 哎 你别说 你还正提醒我了 你天天在CCAV上 给别人洗脑 哎 我们这儿 正缺一个给犯人做思想工作的 哎 我看你正合适 哎怎么着 行吧 没问题啊 咱最擅长忽悠了 这个咱最行了 郁景同志 您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就你了 这余事啊 我就发挥我的所成 给犯人们洗脑 这别的犯人到了监狱里边 那是度日如年 我到了监狱里 那是如鱼得水 听着还挺靠谱 瑞承刚 你除了这忽悠 还会别的吗 哎 我有名人效应啊 您啊都已经臭名远扬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这成龙 你们说臭不臭 那还不是照样给各个企业代言嘛 你可甭提成龙了 请他代言的商家没有一个得善中 比如说这叫什么成龙魔咒 我们可不想请这样的人 就是 你除了这名人效应之外 还会别的吗 我有经验啊 那毕竟咱们混在了全球政商界 那多少年了 这什么事啊 惊我一打眼 我立刻给他看出门道来 哎 那可不一定啊 你都已经蹲了六年大牢了 现在出来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瑞承哥啊 我来问问你啊 这现在美国大选 可是国际上的头等大事 你说说你看出什么门道的 行 那我就给你们说说这美国大选 就前几天啊 这个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尔 他本来是一直支持川普的 哎 突然 他改为支持拜登了 你们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看 不知道吧 我知道 我呀 早就看出这麦克纳尔 是咱们党自己人 为啥啊 因为他老婆姓赵 是美国的交通部长赵小兰 人这姓赵 那可不是白姓的 那是真正的赵家人 之前你们日本天皇就职典礼上 这赵小兰啊和王岐山窃窃私语了很长时间 你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 这就说明咱党在美国的核心势力圈里边有人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我也听着有点耳熟 哎 对了 他这话有点像狄东升 嗨 李东升啊 嘿 那可是我老领导了 在CCAV的时候 他当副台长 专门给中央领导拉皮条 还促成了好几对姻缘呢 这周永康跟贾小叶 曹建明跟王小妖 后来他被 对 他被周永康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了 哎 好啦 你说的那是李东升 我们俩说的那是狄东升 狄东升 狄东升是谁啊 他不知道 这狄东升可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 当今第一网红 嗨 就是一个教书将 他怎么就变成网红了 这教书将可了不得 你看啊 人民大学网站上介绍说 这狄东升经常与 发改委外交部 工信部 中联部 中族部 统战部 中央党校 团中央 军科院等进行研讨 哎呀 那怎么啥 那想当年我还经常跟 克林顿 奥巴马 嫖检惠 巴菲特 比尔盖茨 小不迟 何影留念 把酒言欢呢 这狄东升啊 可了不得 他可是2013年 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 赴华盛顿 给美帝的中高官员 讲授中美经济关系的 这是小菜一节 那算什么 想当年我在2009年 G20峰会上 代表了中国 代表世界 向奥巴马提问 当时忘了代表亚洲 第二年 2010年G20峰会上 我就加上了代表亚洲 向老奥提问 怎么样 三个代表凑齐了 不过这次狄东升成网红 可不是因为这些 是因为他栽了 栽了 为什么呀 你说说 狄东升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什么咱党能搞定 华尔街和美国建制派 还按事帮亨特拜登 建立全球基金会 跟他们有买卖 结果被人录了视频 还穿到海外 被外媒报道 被川普转退 结果就成了世界名人了 就这样的 就是个猪队友 他能不栽吗 不过话说回来了 他有什么本事啊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看网上说 他呢 可是一个满腹精伦的大学者 不过认识他的人可不这么说 那个叫什么 当作家的叫孙大洛 说他是绣花枕头 晾衣架子 满肚大粪的大草包 行了别说他了 我们继续说你吧瑞成刚 如果我们公司录用了你 你对薪金的要求是多少啊 哦 薪资这一块啊 啊 也不多 年薪三百万吧 什么 我 我没听错吧 你是不是发烧了 哎 这你们还先多呀 啊 这我还没出来呢 香港一家房地产公司 就答应给我年薪四百万港币 疫情稍微好一点就让我过去 我这不是难离故土吗 就想在家边找个工作算了 真的假的呀 没准 这世道人傻钱多的傻子也不是没有 哎哎哎哎 读什么呢 啊 行不行给个痛快 对不起啊 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 您啊 还请另谋高就吧 得 咱呀 买卖不成 人亦在 这是我名片 哎 上面有我的电话 以后要合作啊 哭啊 拜拜 拜拜 哎呀 别说啊 我看啊 这魏诚刚刚跟狄东升 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满腹经伦的大学者啊 满度大份的大草包 mixture 那 还在野心里面 说 comment 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